先看小丁来关注的是在新竹县的尖石桑鸳鸯谷瀑布 惊传发生了虎头峰的攻击事件 造成了总共七个人受伤 当中是有一个人一度出现了无法呼吸 还有休克等等现象 所幸送移之后皆没有大碍 不过目前园区是暂时封闭 禁止游客进入 遭虎头峰遮瑶的女山友 双手抱头面色痛苦 在山友的搀扶下慢慢走向救护车 救护人员赶紧将他抬上担架送一抢救 事发在29号中午八十人左右的登山团体 在坚实湘渊央谷瀑布践行时 途中发现前方有虎头峰在围绕 以为没事就强行通过 结果在经过虎头峰旁边的时候 突然遭受攻击 造成七人被叮咬 其他人见状赶紧分散逃跑 一名六十二岁女性被叮咬后感到不适 身上出现群麻症 还一度无法呼吸 患者声音撒哑 表示喉咙咖咖的 救护人员评估患者疑似为过敏性休克 有虎头水肿之风险 给予肌肉注射肾上腺素 在注射肾上腺素增肌后 症状逐渐好转 松衣后没有大碍 上方局提醒虎头峰 常出现在下秋之际 民众在外见到虎头峰飞进 实现冷静观察 当他开始绕头部盘旋时 要尽量避免快速反应动作 加持虎头峰大量聚集 在身边打转要朝他们飞来的方向 或上风处大步走开 切勿奔跑 最后若虎头峰开始遮人 一定要尽速逃离现场 才能避免发生致命危险 记者徐日谦新竹报导